故事设定一开始主角就是鸡不离身的人 在这部短片里面我们会看到 主角一直在不同地方重复做同件事情 主角是一个比较内向和一直活在自己世界的人 如果仔细再看这部短片 大家会发现主角身边都会有一些小事情在发生 而主角一直活在自己的世界 对现实世界已经不理不睬 只到有一天主角因为过于赚注着他的手机而赔了性命 其实主角一切都只是主角的梦境 但是却给了他改变的机会 这部短片就是警惕 所以在看这部短片的观众 不要按手机按到忘我 不然悲剧发生的时候就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去听到这部短片的事情 就是这样子做已经打开了的 感情抱态和这是一个努力的